我们为什么要欺骗自己?因为我们是瞎子。我们怎么就瞎了?如何治疗失明呢?我们对自己的错误视而不见,寻求改变环境,而不是改变自己。大多数人不知道自己有多贪婪,然而我们一直连续不断地欺骗自己。 如何治愈我们蒙蔽视而不见的失明?要明白,没有不屈服于持续,集中于和仔细于关注的治疗。美德与自然相一致,邪恶与之对立于敌对,因此学习美德意味着摒弃恶习。 论我们的失明极其治疗。我收到你的信是在你寄出几个月后,因此,我认为问成运人你在忙什么是没有用的,除了每天提高自己,把错误放在一边,并认识到你归因于环境的错误都在你自己身上之外,你还忙于什么呢? 我们确实倾向于将某些错误归咎于地点或时间,然而,无论我们如何改变我们的位置,这些错误都会跟着我们。 你知道,哈帕斯特,我妻子的女小丑,她一直住在我的房子里,这带来的负担,我特别不赞成,每当我想欣赏小丑俏皮画室,我不需要去寻找,我可以自嘲。 现在这个小丑突然失明了,这个故事听起来难以置信,但我向你保证这是真的,她不知道自己是瞎子,她不停地要求服务员给她换房间,她说她的公寓太暗了。 你可以清楚地看到,在哈帕斯特的例子中,事情发生在我们所有人身上,没有人知道他们自己是贪婪的。 然而,盲人需要一个向导,而我们在没有向导的情况下四处游荡,他们说,我不是自私自利的人,我不是奢侈的人,但是仅仅在城市生活需要一大笔钱,我脾气暴躁,没有生活计划,这不是我的错,这是因为我年轻。 我们为什么要欺骗自己? 我们羞于接受理智的教导,天哪,那么我们也应该放弃任何希望,即仅仅是偶然的机会就能将如此伟大的善观输给我们。 不,我们必须要加倍努力,说实话,只要如我所说,我们开始塑造和重建我们的灵魂,在因罪而变得冷酷之前,然而,我对一个冷酷的罪人也不绝望。 没有什么东西不会屈服于持续的治疗,集中和仔细地关注,不管木材弯曲多少,你都可以把它重新弄直。 若是弯曲的量身值,自然生长成另一种形状的木材,根据我们的需要人工成型,灵魂比任何液体更容易被塑造,揉任何屈服。 在某种状态下,灵魂除了空气还有什么?可见,空气比任何其他物质更具有适应性,因为它比任何其他的物质都更稀有。 卢西,没有什么能阻止你对美好的希望,仅仅因为我们现在被邪恶所控制,或者因为我们长期被邪恶所负。 没有一个人的心灵比邪恶更美好,是邪恶的思想首先控制了我们所有人。 学习美德意味着忘却邪恶。 因此,我们应该以更大的勇气去完成把自己从错误中解放出来的任务,因为一旦对我们承诺,善就是永恒的财产,美德不是没有学问的。 也为对立的人很难依附于他们不属于的地方,所以他们可以被赶走,然而来到一个属于他们的地方的品质是忠实的。 美德与自然相一致,邪恶与之对立,充满敌意。 虽然美德一旦被承认,就不会离开,也很容易被保护,但通往美德的第一步是艰难的,也为害怕陌生的事物是弱小和病态的心灵的特征。 一个人只有在恢复健康后才能享受其他疗法,然而哲学同时是有意健康和令人愉快的。 思想必须被迫开始,从此,要不再苦,因为只要他治愈了我们,他就开始给我们带来快乐。 再见了,赛内卡,监道学。